喂? 喂,哈囉 欸,聽得到齁? 我可以 那,等一下喔 好 好,你講話看看 好,喂,OK嗎? 哈哈,可以 你講話聲音可能要再大聲一點 然後你要小心那個Nine 不要碰到它關掉 就是碰到掛掉的那個案件 好,然後 然後我們剛剛的話題是說 你先自我介紹 我們都還沒聽到 好,OK,不好意思 好 好,那大家好,我是Nine 我是一個球靈兩年的菜鳥校民 那,很開心今天有機會可以一瓶一起聊聊這樣子 好,那個 其實我們這邊看球的人呢 大部分可能有人看都看很久了 所以像中華職棒這邊 新的球迷呢 其實我一直覺得新球迷可能有點少啦 好,那你是怎麼樣 什麼原因讓你可以開始看中華職棒 或是開始看兄弟像的呢?你覺得呢? 嗯,因為其實從小就是身邊的 親朋好友隊我在看中華職棒 那剛好我身邊也都是像民 那我最近兩年會開始看球 是因為17年的年初 中興兄弟的春選的時候 我跟著朋友去屏東的園區看大家練習這樣子 那在那個場合看到大家在場上努力的狀況 然後,主要也是看到恰恰 就是當初我進到球場之後 唯一認識的名字就是彭正銘 那看到他們認真練習的狀況也讓我很感動 所以接下來我就開始 就是開始關注中興兄弟的賽事這樣子 對啊,其實棒球如果一個人看就很孤獨 但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或是你有一群朋友 大家都可以聊棒球的東西 就算是說不同隊 大家也會可以聊得很開心嘛 所以被朋友拉進去真的是很重要 那而且朋友之間大家也會覺得說 看棒球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的時候呢 大家就會互相激勵 互相激勵 這種感覺就很不錯啦 那另外就是說 看現場跟看電視還是不一樣 你看電視的時候 你的感受跟你在現場看到很熱鬧的 球場的氣氛或是拉拉隊的氣氛 或是你那種 棒球時間很長嘛 你可以在球場終於把心放下來 不要再去管別的事情 那種感覺都是你看電視換不到的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感覺是非常好 那像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恰恰嗎 那你有跟恰恰說過話嗎 好像你們這樣子的球迷 女生可能比較容易接近球員啊 我都不敢跟球員講話喔 我都不敢 那女生一定是比較容易接近球員 你有跟恰恰講過話啊 或是說給她簽過名啊 或是曾經發生過什麼小故事 你有這樣的經驗嗎 有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也是 也是我第一次去找恰恰簽名 是在去年就是17年上半季的 在天母的一場賽事 那因為那天天氣真的很冷 而且下雨 那我也是第一次在賽後分的朋友一起去等球員這樣子 那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恰恰總是最後一個出來 那個時候已經很晚 應該我印象中已經快要11點 那球場也已經關燈了 然後就是天上又飄著雨 那我們等了很久 好不容易看到恰恰從裡面出來 大家都很興奮 就大叫恰恰這樣 對 然後那個當下恰恰就是看到我們 就是認了一下 就直接往我們這邊走過來 因為其實他也沒有撐傘 他就是直接就走到球迷旁邊這樣 那我們本來也就是也捨不得他離雨 想說就跟他打個招呼 就讓他可以趕快回去 結果他就是主動接了我們手上的球 就開始要幫大家簽名這樣 那後來就是因為剩下現場的球迷也 只剩下大概五六個人 那我們就幫恰恰撐了傘 他就跟我們每個人拍了照簽了名 然後還叫我們趕快回家 派我們著涼這樣子 那在那個當下其實 事情面是很感動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 就如你所言 像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大明星 可是他對待的球迷的態度 就是這樣的真誠 然後這樣的親切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說 他之所以會是一個偶像 或是傳奇都是有他的道理 嗯 我覺得恰恰 他這個人呢 其實 還是很特別的 因為不是每個明星球員 都對球迷特別好 都對球迷非常好喔 就我認識的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廣島迷啦 他可能 他是一個廣島迷 廣島是日本球隊 那他 好不容易他有一天 他終於可以自己跑去廣島 然後看到他自己喜歡的那個球員 那個球員叫錢田智德 他心裡面就很喜歡這個球員 他可能做夢都會夢到這個球員 跟他講話那種感覺啦 但是他去了以後 他遇到錢田智德 錢田智德都不理他 因為有可能他是個男生啦 對不對 然後錢田智德就非常冷漠嘛 就是要給他簽名 他也不肯簽 他也不簽喔 他也不簽 然後就非常臭的就走了 然後他回來以後 他在網路上就跟我們講 他很失望 他就覺得 那個 錢田都不理他這樣 然後我們大家都笑他 但是我可以提昏這種心情 但確實很多 很多球員其實他可能已經有名了 或是說 簽名已經簽到很累了 或是說他真的練完球練得很累了 他其實對球迷就 隨便了啦 講真的沒有 沒有不見得每個人都像他那麼好 真的不見得像像恰恰這樣的人 不見得每個球員 每個明星球員 都是像恰恰一樣那麼好 你說 像我舉個例子 陳金鋒可能就沒有辦法對球迷這麼好 因為他個性死難嘛 可能就 他自己也是比較害羞的人 如果球迷 球迷 對他有什麼舉動 他可能也是 表情 一號表情 沒辦法 沒辦法有什麼比較熱情的感覺 我的感覺是這樣 恰恰這樣子的話 所以怪不得真的很多 很多球迷都很喜歡恰恰 是這個原因 而不是不完全是跟球技有 球技當然是頂尖的 但是也不完全是這個原因 也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讓他變成中華職棒最好的明星 對不對 那其實你看球時間有點短 那在這個時間內 其實恰恰現在在兄弟隊的出場的機會 相對比較少了 如果說他健康的話 當然也會讓他出場 可是可能現在狀況也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沒有一直常常出場 但是你覺得 像恰恰在兄弟隊裡面的重要性呢 主要是重點在哪 在他現在目前 你看到可能他已經沒有辦法 真正的每場都出賽的情形下 你覺得他 在這個球隊裡面重要性在哪 我覺得 對我來說 他就是一個安定感 有他存在 現場 無論是對於球迷或是球員 就是有一個 像是吃了一顆很大的定心丸一樣 那 嗯 就是就我自己的觀察 比如說像恰恰有在場上手臂的時候 常常有時候會遇到 比如說 頭手有一些小亂流啊 或是 眼手可能在手臂上有些失誤啊 恰恰都會主動的過去 那其實我們球迷也都很好奇 恰恰過去到底說了什麼 那或許只是一個精神上的支持 或是 或許用他的經驗給他們一點鼓勵 但是往往在這樣的舉動之後 大家的表現都會有非常大的轉變 這就是我覺得恰恰存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真的講得非常好 因為一個球員呢 以英文來講就是 Leadership 就是有一種那種領導力啦 有一種領導力 雖然你在球場上 給其他球員就會覺得 恰恰都在對不對 不用怕 不用擔心 有恰恰在壓陣的嘛 對不對 那當然恰恰有可能上去 講的話也不是很正經啊 晚上要不要一起去吃火鍋啊 之類的 但是基本上他在 大家就不用說 覺得說好像群龍無首這樣 也不會這樣覺得嘛 就是覺得說他 至少兄弟隊都還有恰恰 就算其他人 也許你不知道啦 但是很早期的時候 兄弟隊可能有很多明星 那些明星又因為某些關係 又跑掉了 又不見了 又幹嘛的 可是恰恰永遠在嘛 我覺得這個 這個培養 培養這樣子一個 人家說培養一個將才 就是這樣培養的 他就是這樣子的人 他變成一個 不可或缺的存在 好像兄弟這邊 我聽到的消息也是這樣 他就是說會給他教練約嘛 會給他教練約 然後這個教練約的前兩年 好像還會 就是說他不一定要在球隊裡面 他可能去美國培訓或幹嘛的 我相信 他講話的談吐啦 或是他心裡面的想法啦 都很成熟 都足以以後 當一個總教練 然後呢 呃 帶領兄弟相 那個 兄弟相的老闆 顧重量還說 要培養成世界級的總教練 我真的覺得好厲害喔 不愧是很有錢的人 講話很有氣派喔 他說要把 呃 要把 彭正銘跟林薇柱 培養成世界級的 總教練 而且呢 你看喔 林薇柱是日系的 日系的球員嘛 那 他可能帶來日系的想法 那現在彭正銘可能是要去美國 那他帶回來就是美式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這個顧重量真的是內行人齁 好 雖然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啦 因為 其實不一定會成功 不是說 你去就一定會成功嘛 去學然後就一定學 學得到 學得回來齁 不見得會成功 真的還有語文的問題 還有很多觀念的問題 但是 你至少 至少老闆 老闆講了這種話 讓你覺得是內行的嘛齁 內行的 不是 不是隨便亂弄嘛齁 那我就覺得 這種感覺就很不錯齁 就很不錯 好 那 現在大家其實關心的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是後恰恰時代 恰恰的後面這段時代嘛 那如果說 你恰恰退休之後 無論是兄弟相啦 或者是中華職棒 你覺得有誰呢 會比較能夠接近恰恰的 代表性這種感覺 好 你說 像王柏龍的話 他大概已經沒辦法 已經離開 就是已經離開中華職棒了嘛 我們可能就很難 很難提出王柏龍這個名字 但有哪些球員可能是很有潛力 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他以後有可能會變成中華職棒 類似像恰恰這樣子 我指的不是球技喔 不是說這個人會拿到三冠王或幹嘛 不是 是他的氣質 他的領導才能 或是他的 最球迷的感覺 你覺得哪一個人是最像 最像恰恰的 你覺得呢 我覺得 恰恰的 就是 我覺得可能會有一些人可以有一些他獨特的領導氣質 可以在球隊裡面扮演類似的角色 但是 要能接近恰恰或是甚至有機會到達恰恰這樣的地步 可能真的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那 在我自己心目中 因為其實我真的很 很菜 哈哈哈 所以我講 我還是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感覺啊 那 在 新生代跟終生代裡面 我覺得 各有一個我心目中覺得很優秀的球員 那 在中生代裡面我覺得是周時期周董 嗯 就是除了 對 就是除了他的球技以外 我覺得他的氣質跟他的談吐 還有他的思考 都是讓我非常非常的崇拜的 那 因為他除了在 呃 球技上面的發揮之外 他也很鼓勵球員們 或是球迷去多閱讀 從閱讀當中去獲取更多的知識來 增加自己的專業 另外 就是他的 他的 呃 在 對於階層棒球的支持 也讓我覺得說 這在 對於棒球的 整體上的 幫助是很大的 所以在終生代的部分 我覺得是周時期 哦 對 新生代的部分 我覺得 呃 王威誠 是讓我覺得 很有機會往這個方向去走 就是他有 哇這個厲害囉 就是如果是新生代 你很難舉 因為他目前還沒有成績嘛 好對不對 那你這種感覺 那我們就來看看囉 好那你再繼續 你繼續 好 沒有就是 你再去體力一下 對 呃就是在他的 今年他在 球技上的表現 當然大家都有目共睹 嗯 那另外就是他在受訪的時候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相當 有智慧的球員 關於這部分就是 很多教練有提到就是 他是一個用頭腦在打球的人 對 那我覺得就是成為 像您剛剛說 像恰恰這樣的領袖 他除了在球技部分之外 他也需要去做很多很多的思考 不論是在 對於自身球技的提升 或是在隊友的 互相幫助的部分 我覺得 我覺得 在這兩個部分 我覺得他都是 讓我覺得相當有潛力的 哇真的很好 好 那我們再來拭目以待 我相信 那個女神清點之下 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好不好 不是吃菜鳥 菜鳥的想法 好 那像你啊 除了中華職棒啊 冬季聯盟跟 黑豹情都有去看 那你去過很多球場嗎 你會覺得哪個球場 是比較適合看球的呢 好因為 因為我會想問這個問題是因為 現在不是衛選要加入嗎 衛選要加入中指 那他可能會選一個主場 那 我們 我們現在 也許 他可能會選一個主場 那 我就想問 我就想問你 因為我很多 已經很久沒有 我以前 如果說十年前啊 我台灣球場大概都有去過 那十年後 現在變成怎樣 我已經不知道了 所以 我很想知道說 哪些球場你會覺得比較好 當然啦 如果說現在 例如說 週季已經有 假設已經有球隊了 已經有球隊了 那也許 衛選要再中級也可以啊 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他是 這個 就算你說是台南球場也好 不限定是哪 你是不是那一隊自己有出場啊 反正就是說 你覺得全台灣你去過球場 哪一個球場是最適合球迷去看 然後是最舒服的 你覺得呢 嗯 我覺得 以最舒服看球的話 我還是最喜歡週季 喔週季 或許會 可能有點私心 但是就是 以純粹看球的角度來說 因為 其實很多球場的設備 或者是他的規劃都還蠻好的 但是以週季來說 他就是真的 因為他的 呃 以看球的那個位置來講 他的斜度不是那麼高 嗯 就是像 比如說以陳馨胡來說 他就是很斜 那週季來說 我覺得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座位的安排 是比較舒服的 然後 因為他球場周邊的腹地 還算蠻大 那如果說 比如說自己開車前往的人 停車也很方便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以舒服來說的話 我還是最喜歡週季幫球場 我 我自己的話啦 雖然我 我最近十年去的球場比較少 但是 但是 呃 我覺得週季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沒有自己開車 就很難去 有點遠 這就是另外一個比較大問題 然後 然後我 我以前去週季的時候 我覺得很困擾的是 路上的工程很多 好 我不知道現在蓋完了沒啦 但是以前 以前的路上工程很多 所以你倒是你 與你 如果從 從台中火車站 要坐公車去 週季 變得非常痛苦 齁 變得非常痛苦 那我猜 我猜現在應該已經完工了啦 都那麼多年了 都那麼多年了 可能完工了啦 但是 對我來講 交通還是比較不方便 因為沒有火車沒有捷運 就像 澄清湖球場也是一樣 沒有火車沒有捷運 如果是我的話 嗯 我自己 曾經 去過抖六棒球場 我覺得抖六棒球場 是一個很好的球場 一方面 是他的 像你說的座位啊什麼的 安排很合理 那一方面 他離火車站算近 還算近 所以走得到 那 我是覺得抖六棒球場不錯 那另外的話 我會喜歡新裝棒球場 也許有的人會覺得 新裝棒球場 有什麼好講的 但是新裝棒球場 有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就是 買吃的很方便 附近很多吃的嘛 你要買什麼吃的 不用說 附近都是荒郊野外 然後像 像你去週季棒球場 如果你不在球場裡頭買東西 你基本上 你在外面是買不到東西 就很痛苦 當然 像我去年 我去過 富邦的比賽 或是說 Lamigo的比賽 球場裡面的東西 真的又便宜又好吃 我真的覺得 我可以為了吃東西 跑去球場 因為他們現在真的 裡面 住的廠商也都很好 然後 做的東西也都很好 而且都是 年輕人愛吃的啦 然後 又不算太貴 老實說 因為外面的東西 貴的真的多的是啦 所以他賣的東西 也不算太貴 所以我反而覺得 新裝棒球場 是滿好的球場 而且現在捷運也到了了 所以我就覺得 像新裝 棒球場 或是 或是這個 頭六呢 都是滿好的 當然我去桃園 我會覺得桃園滿好 只是桃園也是一樣問題 你不在球場內買東西 外面都是沒有任何 可以逛的地方啊 新裝的話就很熱鬧 我真的這樣覺得 對 比如說 那個有一個人 在聊天室講說 週際可以坐火車到檀子 可是坐到檀子就很麻煩了 檀子一定是區間車 還是負星號什麼之類的 那你光是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等這個火車時間 也是超麻煩的啊 到檀子到 從檀子到週際 還是有一段距離 我記得印象中 還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 如果你不是自己開車 不是騎摩托車 都好麻煩喔 確實 如果是以前的台中棒球場 就沒有話講啦 以前台中棒球場 就是超棒的 因為外面就是夜市了嘛 所以是超棒的 好 那 有一個問題 比較嚴肅囉 可能 可能要發揮 可能會有點困難 我一直很想問啊 這是我自己想問的問題 如果以女生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中華職棒 或者是兄弟相啦 有什麼值得改進的地方 才可以讓更多的球迷進來看 因為就我知道 好像中華職棒的球迷 雖然 前幾年都一直有增長嘛 因為大家的 辦活動的能力 越來越好 但是呢 現在又 有點緩步下跌的味道 就是說刺激 好像已經刺激過了 然後現在要再往上升 有點困難 那你覺得 到底中華職棒 應該要怎麼做 才可以讓更多的球迷 進來看球 像你這樣子的球迷 對不對 你覺得呢 首先就是關於兄弟的部分啦 因為畢竟我是兄弟的朋友 對 會稍微比較有一點感覺 就像你剛剛提到 週記交通的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需要值得的 對對對 對那 這個部分我覺得 如果週記可以改進 然後另外就是 其實週記 週邊有很多新的規劃 如果它能夠趕快實現的話 我覺得相信對於 就是週記球場的票房 絕對會有很大的幫助 對那就是週記的部分 然後另外有提到說 從女生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 那其實這個我也有點 我有在就是 這個這個問題 讓我思考比較久 因為其實我 我對於男生或女生 看棒球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我可以想得到 第一個就是女孩日這件事情 因為 大家可以去觀察就是 是對的女孩日 可能除了富邦之外吧 大家就是普遍使用粉紅色這個顏色 是是 就是只要講到粉紅色 對 講到女孩子就全部都是粉紅色 嗯哼 那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球團知不知道 並不是每個女生都喜歡嗎 哎呦原來如此 哈哈哈哈 並不是叫米妮的 就喜歡粉紅色嘛 對不對齁 對對對就是 其實對於 就是 也可能是大家對於 女生的刻板印象 對 那或許大家可以 就是球團可以多多去 徵詢女 女性球迷的感覺 可以去問看大家喜歡的是什麼啊 或者是說 想要在這個女孩日 特別的主題日裡面 有什麼樣的活動 對對對 那我覺得像是 另外有一點我覺得 還蠻值得跟女孩日 搭配的就是 台灣的女棒 哦對 就是女生的棒球 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可以跟女孩日結合 我覺得會是一個非常 有吸引力的 的方式 因為畢竟棒球這個運動 並不是只有男生可以參與嘛 台灣也有很多女棒的 女棒的隊伍存在 如果說可以做這樣結合 一方面可以 讓女棒的能見度提升 另外一方面也讓 在場的女生球迷也知道說 欸其實我們有很多機會 可以來參與這個運動這樣子 對 這就是我自己小小的看法 第一個球團能做的交通問題 大家都還是在講交通問題 那交通問題 對真的是很討厭 那剛剛聊天室提到的 彈指可以坐車轉 那你要不要弄個 弄個那個叫什麼 接駁車嗎 好我不曉得有沒有啦 就是說 我們去想辦法 讓大眾運輸的人可以更方便 也許不要從彈指轉啊 我們從某個地方轉啊 或者你敢不敢跟台鐵講 某一天某一場比賽 你那天就是要有一班車 從台北直達彈指 對不對 類似這樣啦 類似這樣的想法 你去跟鐵路局談嘛 我要一列專車 那一列專車叫兄弟向專車啦 那一列就是要到彈指 彈指的人全部下來以後呢 大家都用走的去球場 對不對 那我就願意走囉 如果整個火車全部都是兄弟的人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走去球場 哇那暴動了對不對 都有方法 那當然你提女孩子這個問題也是很好 因為不能 我相信啦 規劃的人全部都是臭男生啦 他只說就是用 刻板音響去想嘛 那其實他在球場上可以遇到很多女孩子 他們可以去問一下 討論一下 不要只問一個人 大部分的人到底是怎麼想的 對不對 不一定喜歡用粉紅色啊 有的人就討厭粉紅色 有的人就不喜歡用米妮啊 對不對 有的人就喜歡那個很標 例如說我們找跆拳道的女子金牌 也應該有這種人吧 對不對 上去代言 類似這樣 可以有比較 或是代資銀啊 對對對 對啊 這種感覺 就是說我們可以有很多想法 那 我覺得啦 對男生部分做的已經夠多了 對男生的部分已經做得夠多了 那 這個世界上畢竟是一半男生一半女生嘛 那你到底要不要 就花一點時間爭取女生 而且我覺得啦 以我來講 我接觸到的女性球迷 都比男性球迷來的狂熱 更容易進球場 我覺得他們是這樣的耶 男性球迷可能看 進球場進了以後 然後之後要去看電視啦 可是女性球迷可能會覺得 進球場 有另外一種感覺 我覺得 我會覺得 無論怎麼樣的課程 老的年輕的 男的女的 你都要爭取 這樣子的話才可以 讓球迷往上提升嘛 你永遠都爭取 臭男生 永遠都爭取那種 想看辣妹的 那種宅男 那不行啊 因為規劃的人 他自己就是宅男 他想看這個 他就叫人家 弄這個 然後都是啦啦隊 都是法香區 這樣都不行啊 這樣子 你都會有一個局限 都有一個局限 好 好 那另外 我看你的粉絲團 我知道你 除了中華職棒之外 還有看冬季聯盟啊 黑豹棋啊 像這些比賽你也跑去看齁 我如果 年輕 我如果再年輕一個20歲 我有辦法這樣嗎 嗯 我20年前大概也有這種動力 但我現在不行了 好 那你覺得 冬季聯盟 他是中華職棒的 有中華職棒的球隊嘛 又有其他球隊 那黑豹棋是高中生部分 那你覺得他們這些比賽的看點是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他們宣傳的我覺得不夠 像我 我雖然知道這些聯盟 可是你真的要我去看什麼 我常常 欸 東京聯盟竟然已經打冠軍戰了 你現在就打完了齁 或是黑豹棋 黑豹棋今天打冠軍戰了 一直講說要去看都沒去看 那種感覺 所以你覺得 像東京聯盟 黑豹棋你有什麼感想 好 隨便講都行 那我先說黑豹棋好了 對 因為其實黑豹棋就是等於完全跳投跟中族沒有關係 對 他就是全國高中生的一個棒球賽事 對 那這個 因為我知道一開始黑豹棋的舉辦會跟 有點像是 希望做到像是日本價值員的感覺 對 對 那我覺得光是這一點就會讓大家覺得很熱心 因為其實我相信有在看棒球的人多多少少對價值員有一點了解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台灣的棒球有一天可以到這樣子的程度 因為我覺得就是學生棒球的一個提升會讓大家更加投入這個運動 就是像是希望可以做到像是全民運動的感覺 對 那我在黑豹棋裡面看到的讓我很感動的部分就是 我覺得或許是因為就無論是社團棒球或是科班 很多學生可能他這輩子有機會登上職棒球場打球 可能就只有這次機會了 那所以當他們進到球場去面對對手的時候那樣的拼勁 是在職棒球場上很難看到的 就大家可能是用盡身上最後的吃力氣或是拼到最後一刻 都要希望可以被打打 因為輸了就沒有機會再打了嘛 對 輸了就已經 也許上場的人都是高三的人 所以輸了就沒有辦法再打了 所以他們用盡他們120%的力量去打 那我們就會覺得 雖然他的技術絕對比不上職棒 但是他的那種想要贏的那種鬥志是超過職棒的 因為職棒今天輸了明天還可以再打嘛 當然爭奪冠軍的時候很重要 但是畢竟歷行賽這麼多場 他可能今天會保留一點實力 或是幹嘛的 或是怎麼樣 那黑豹期就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也希望黑豹期可以有一天變成台灣 真的讓我們感覺到變成台灣的甲子園 不好意思我插嘴你可以繼續 不會不會 對 我覺得有點像一瓶瓶瓦達 就是那樣的瓶瓶是讓人會非常感動的 那很多 而且就是另外除了瓶瓶這件事情以外 可以看到球員跟球員之間的互動 或者是兩對彼此之間的互動 就是非常的 該怎麼形容 就是非常的真 可能我被三針下場了 我就是真的很難過 我就說酷 或者是我真球真的頭不好 我就是被教練換下來的時候 那種情緒的反應是非常非常真切的 對 我覺得這些都是讓人會非常感動的部分 那另外也有一些就是像是 很多科班的明星高中 他很多優秀的球員 你可以藉由黑豹齊去看到他們的表現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我覺得 黑豹齊具有他獨特心意的地方 對啊 因為他畢竟他們 第一個是 不是每個球員都可以打直棒 甚至於中華直棒 大家好像覺得很容易打 捧恰恰都可以去打 但是事實上不是啦 事實上真的沒有 就算你是滑星棒球隊 我不曉得我隨便舉的 美合棒球隊還是什麼棒球隊 但是你就是一軍 你也不見得能夠打直棒 真的沒有耶 然後都是真的能夠打中華直棒 你現在覺得有點鳥鳥的人 他們其實都是很不簡單 才能有辦法去打直棒啦 對他們來講 打這個黑豹齊就已經是 生涯可能是棒球的最高層級了 說不定他大學他就要去念大學 他就不要再去打棒球 就算他是科班 也有可能他轉的別的 所以這東西都是很值得珍惜的 所以我覺得黑豹齊應該可以大力的推廣一下 還有一點 就是黑豹齊很有機會看到很多女生的棒球員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原因 其實他們是黑豹齊並沒有限制男生出賽嘛 對 所以有些 應該還是要社團部分的吧 就是社團部分他可能會有女生球員嘛 對 可是如果是體育班的應該沒辦法 還是女棒可以來打 這部分我比較不清楚 但我有印象看到女生 確實是社團球隊比較多 我印象中啦 以我那個時代 我那個時代曾經發生過就是說 那個四林高商 台北市四林高商 他們厲害的是女壘隊嘛 他們厲害的是女壘隊 結果他們在高中棒球比賽的時候 他們派出了女壘隊去打 結果 當然不是全部都女壘啦 還是有幾個男生 但是派出了比較多的女壘隊 對人去打 而且他們也非常厲害 因為他們畢竟是 雖然說出賽是以社團名義出賽 但事實上他們是體育班嘛 女壘隊的體育班嘛 然後他們是打得非常厲害 好 那其實你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棒球並不是男生打的運動 並不是專屬於男生打的運動 好 如果說 如果說我們要讓女生的球迷增加 其實女生的球員也應該要增加 對不對 讓大家試著去打看看 讓女生打棒球 提會到棒球的樂趣 實際上下去打 不一定要打得非常好 但是實際上下去打 他就可以了解棒球的更多的東西 然後他會變成一個真正的 一個很好很內行的球迷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子很棒 好 那今天其實已經講了很久了 講了很久 我覺得非常精彩 我覺得非常精彩 我們已經講了半個小時了 就是這樣單口相聲講了半個小時 好 那你覺得 你還有什麼想要補充的嗎 好 不管是任何的東西 好 或是說 像聊天室裡面一直提到女神 你要不要解釋一下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這樣 你看你有什麼想要補充的 對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有很多朋友可以跟我一起看棒球 就像你說的 棒球一個人看真 一群人看真 很不一樣的感覺 那 我覺得 進到棒球場去看棒球之所以吸引我 當然除了就是 可以在近距離的看到球員的表現之外 跟大家一起那樣子 一起為了同一件事情很開心很興奮 或是為了同一件事情而沮喪 這是一種非常 珍貴的感受 就是他站在你在電視機前面 或是在鍵盤前面 跟大家在聊天室一起看球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珍貴的感受 是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一起去體會的 哈哈 對啊 這是我覺得 就是 因為我自己深深受到感動 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受到這樣子的感動 這樣 因為以我來講啦 我去年 球技業呢 我看了兩場比賽 然後這兩場比賽呢 我們都是全家出動 當然全家出動了 帶著老婆帶著小朋友去看 對不對 好 那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好的家庭活動嘛 對 而且那現在球場確實 比我們二十年前的環境好太多了 然後要吃 有的吃有的玩有的幹嘛的 然後做起來比較舒服 而且不會 像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二十年前那個時代 很 秋場很髒亂什麼的 都不會了 都不會了齁 那我們 就算我太太她看不懂棒球 她也很開心 那小朋友呢 跑來跑去她也很開心 這是家庭的部分 那像你們如果還是學生還是什麼的話 大家一起去看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嘛 就是說 現在如果有在看直播的人 你等到我們球技開始了 你約你的朋友一起去看 就算他看不懂也沒關係嘛 Mini以前也看不懂啊 對不對 好大家 你約你的朋友 如果你真的喜歡棒球 你就約你的朋友 無論是黑豹級 無論是中華直棒 那我們就進場去看一下球 進場去看一下球 不要整天躲在鍵盤後面嘴炮啦 說彭正銘是誰 彭正銘我不認識 不是這樣的好不好 你進了球場 你才知道 原來這個 原來這個外野飛球是這麼難接 對 在電視上看 平凡無奇 你知道進了球場後才發現 原來他們 都像神一樣齁 都有點 都很神齁 這個外野飛球看起來很普通的 但是你真的在那個球場裡面 你發現球場這麼大 為什麼他每一球都接得到 你沒有進球場 你發現不到這些東西的 那當然 你要變成內行 你也要到球場 因為你在電視上 永遠是人家給你看什麼 你才看到什麼 你才看到什麼 但是你在球場 你就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你可能就會發現 球員場邊的互動 我覺得也非常非常的新 你去著球場 你才發現 原來彭正銘還會 對不對 教別人如何打球 對不對 或是說 某個球員呢 總是默默的自己在練球 或者是說 或是說 他們球場上 球場上 為什麼一壘有人的時候 二壘手跟有幾手 跑來跑去 你都不知道他們原因為什麼嘛 後來你回來問了高手 你才發現 原來他是要怎麼樣怎麼樣 對不對 你才會發現 原來棒球的東西 我還有很多不懂的 不是只有打打電動 原來 像我們這個遊戲打電動 你以為棒球就是這樣嗎 不是這樣的 棒球有太多東西了 你必須到球場 甚至於說 你必須跟朋友一起去打球 你才發現 原來人家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種感覺 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 人家那個有個電影 很有名的台詞說 犯罪就是要在現場 對不對 犯罪就是在現場 你要到現場 才知道 原來事情 是這樣子發生 而且 你到現場 更厲害的人 我是做不到這一點 更厲害的人 可以到現場去交到朋友 對不對 我相信你在現場 一定交到不少朋友 而且都是喜歡 一樣喜歡棒球 這種感覺 一定也是超好的 趁年輕的時候 多跑球場 這樣子應該是很不錯 謝謝Mini 以後如果我們有相關的話題 一定要再邀請你 因為我相信這一集的收視一定會非常好 因為我們 我們看的人 都 這個聊天室非常熱烈 大家都對 對於我們討論的話題 都非常的熱衷 一定還有機會再邀請你 然後我們再看 有什麼方法 可以播得更好 謝謝你 感恩你 晚安 祝你順心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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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今天的這個 播放 這個 什麼 今天的來賓真的太棒了 因為 因為 表現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說 我們這些問題 這些疑問 其實我都 覺得自己學到不少 東西 真的是非常棒 真的非常棒 我們可以從別人的角度去看 台灣 棒球 到底 還需要什麼 然後他 其實他有哪些優點 我們 可能都沒有整理過 但是呢 聽了Mini這樣講之後 我們就覺得 真的是 很值得看 很值得 很值得支持 當然 還有恰恰的部分 恰恰的退 那 他未來會帶給台灣什麼樣的發展 我們也是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好 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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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今天的直播呢 已經也播到11點47分了 要跟大家說掰掰 以後呢 我們在 棒球的討論部分 我們再加強 然後 再請 其他的來賓呢 來 跟我們一起分享棒球的東西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很棒 謝謝大家 晚安 掰掰